这个正着工球啊 直板和横板的毛病基本都差不多啊 除了这个握拍导致的这个问题之外呢 其他的毛病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综合起来呢 有这么几个啊 一个是后拉肘 后拉肘 你看这肘向后拉 它不是转腰 转体引盘 是后拉肘引盘啊 这个转 打不开啊 后拉肘引盘 那么 第二个呢就是抬肘 抬肘耸肩 抬肘 抬肘耸肩 这个动作啊 那第三个是斜着 切着腰子打球啊 这么这个切着呢 这样 乖着球啊 切着呢 那还有一个是这个腰 弯的太多 它不是收腹含胸 它是弯着腰 往前弯着腰打 弯着腰 往前弯着腰打 这样打球啊 这样 这个整个人身体就 就 轴向就变了啊 第五个 引盘向后坐 这样 是吧 引盘向后坐 那第六个 是 晃 臀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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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个 是翻腕 放起来翻 放起来翻腕 第八个 是 举盘 放起来举 过大 放起来举盘 举盘 举起来 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正手工球的毛病啊 通病 那怎么解决呢 首先一个 就是要用 转体引盘 一定要转体引盘 你看 转体一时候呢 就把这个重心 就直接放在右腿上了 然后你在 蹬腿转腰 挥背向前打 完成了一个 四分之一元 九十度 四分之一元 就够了啊 引盘到体侧 弓球到 正中间 这个四五 四分之一元就够了啊 四分之一元 然后呢 还有这种 这种这个 这种的啊 他把轴向给你变了 你知道吗 轴向变了 包括这个晃啊 这个这个弯的腰打球这个 都是把轴向给变了 那你必须要把身体直住啊 身体直 这个身体转呢 筋在转 但是这个轴向不转 你说我做这个动作啊 你看 那就避免了这个晃 是吧 也避免了这个动作 也避免了这个动作 是吧 那么 翻腕的问题 往上翻腕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翻腕的问题是因为 他压盘太多了 压盘太多了之后呢 他到了这儿之后 他怕球下网 所以把 往下的撇一下 垮一下啊 是这个动作 包括横盘这样啊 走这个动作 那么 弓球 我们说弓球啊 就是要撞击 所以要拍 一定要立 向前打 向前打就好了啊 向前打 那么 动作过大了 是把这个胯给顶起来了 这胯一顶起来 你这力量就给分解了 他就往上走去了 是吧 还有原来讲的是这个 叫什么 叫敬礼动作 现在不讲了 过去是 登队转腰收小臂 现在不讲了 登队转向前推了 向前打 因为球数慢了 对吧 权章也弱 你就不用去 故意的就 就干这个收小臂了 直接向前转 向前打就行了 对吧 对吧 所以这几个问题啊 我们把它同时克服 已经是好了 好吧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